美国小天后泰勒斯因为敢说经常造成话题 这次她又成为众人的话题了 最近她抱着爱猫奥利维亚出门 照片中的泰勒斯没有拿宠物篮 单手抱着奥利维亚把她的四只脚往下垂 网友们看了纷纷觉得泰勒斯根本就是把猫咪当成了时尚单品 都为小猫咪感到相当的心疼 批评泰勒斯这样的举动很残忍 不过也有人觉得奥利维亚看起来很放松 一脸无所谓 是大家太过大惊小怪 说到时尚单品 小编想到之前吴佩茨单手抱着出生只有四个月的小女儿 引来网友一片踏发 小编我是觉得不论是抱小孩抱宠物都要小心一点啦 万一受伤就不好咯 都哭全乐 宠物小孩都不是时尚单品 美国小天后泰勒斯因为敢说经常造成话题 这次她又成为众人的话题了 最近她抱着爱猫奥利维亚出门 照片中的泰勒斯没有拿宠物篮 单手抱着奥利维亚 趴她的四肢脚往下垂 网友们看了 纷纷觉得泰勒斯根本就是把猫咪当成了时尚单品 都为小猫咪感到相当的心疼 批评泰勒斯这样的举动很残忍 不过也有人觉得 奥利维亚看起来很放松一脸无所谓 是大家太过大惊小怪 说到时尚单品 小编想到之前吴佩茨 美国小天后泰勒斯因为敢说经常造成话题 这次她又成为众人的话题了 最近她抱着爱猫奥利维亚出门 照片中的泰勒斯没有拿宠物篮 单手抱着奥利维亚 把她的四肢脚往下垂 网友们看了 纷纷觉得泰勒斯根本就是把猫咪当成了时尚单品 都为小猫咪感到相当的心疼 批评泰勒斯这样的举动很残忍 不过也有人觉得 奥利维亚看起来很放松 一脸无所谓 是大家太过大惊小怪 说到时尚单品 小编想到之前吴佩茨 单手抱着出生只有四个月的小女儿 引来网友一片踏发 小编我是觉得不论是抱小孩 抱宠物都要小心一点啦 万一受伤就不好咯 都酷全乐 宠物小孩都不是时尚单品 台北报 美国小天后泰勒斯因为敢说 经常造成话题 这次她又成为众人的话题了 最近她抱着爱猫奥利维亚出门 照片中的泰勒斯没有拿宠物篮 单手抱着奥利维亚 把她的四肢脚往下垂 网友们看了 纷纷觉得泰勒斯根本就是把猫咪当成了时尚单品 都为小猫咪感到相当的心疼 批评泰勒斯这样的举动很残忍